他以前不仅在电视上拥有自己的栏目 同时也是很多电视栏目的幕后美丽推手 他曾在港台两地从事政商名流与艺人形象设计长达17年 也在内地为多家电视台做形象顾问 曾担任加油好男儿等多个大型的选秀栏目的一个评委 还贺得过上海复联颁发的智慧女神奖 现任上海东方卫视主持人形象设计造型总监 女士们先生们 著名形象设计大师 谢力军女士 谢老师你好 杰森你好 各位美丽凯的姐妹们大家好 谢老师 这个个人整体的形象设计真的是有很高深的学问吗 其实没那么可怕 你知道吗 其实和美相关的个人形象设计跟打造应该算是能艺术 不过今天我能够尽我所能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这几年做造型的一些经验 帮助我们姐妹们用很轻松的方式 得到其中的奥妙 杰森我看你将自己的形象经营得非常的好啊 是吗 你也是一个形象大师 真的 对啊 谢谢 不过呢 我这些衣服啊通常都是太太帮我买的 今天呢 我特别想从您这边得到您的真传 其实不敢啊 你知道吗 其实真的一个个人形象造型的东西呢 并不是先天就可以得了的 它必须要经由后天的学习 所以呢 我希望姐妹们呢 能够努力学习 用心积累 这样就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 林谢老师啊 您今天穿得很正式耶 这就是职业造型的打扮是吗 嗯 对 其实呢 我现在就从事一个个人形象相关的工作呢 我觉得职业装是业务的好朋友 呃 因为呢 它是最简单 就能够加强专业感的工具 你只有一次机会 让陌生人留下第一印象 职业装呢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让你的客户对你产生信任感 我们知道梅林凯为我们的美容顾问 经销商都设计了统一的制服 呃 我们有红外套 经销商制服和首席制服 呃 我想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建立品牌形象 体现出这种职业感和专业感 不过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姐妹需要啊 自己去选购服装 搭配职业的造型 这个时候我想就非常需要呢 呃 您能够告诉他们如何才能买到合适的服装 其实职业装呢跟其他服装是一样的 最重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好 我们有请Theresa 她是我们梅林凯真的是很年轻的女孩的代表 还是标准的职业形象的那个造型 真的 我觉得啊 其实年轻女孩真的可以学一下Theresa的整个形象 因为一般女孩子特别喜欢留长发 那我们看一下Theresa 她的身高大概是160出头嘛 所以如果你没有超过165公分的女孩 建议头发的长度不要超过胸线 基本上呢 大概在胸以上就差不多了 那整个比例就会比较完美 就身形啊 腿形整个比例很好 那我们看一下Theresa的脸型 Theresa的脸型很完美对不对 这是我们所谓的标准的美人配置 那我们常常要把脸型整个三个区块分清楚的话 注意看啊 我们从额头到眉心这儿画一条线 然后眉心的鼻尖这儿再画一条线 然后鼻尖到下巴这儿画一条线 所以我们这个三等份来看呢 Theresa的脸型非常的完美 因为如果说你脸型不一样的话 你着妆化妆跟美毛的型都完全不一样 那建议呢 如果像这个那么美好的脸型的话 基本上装人就不要太复杂 Jason你注意看一下 这套整个服装来讲 你觉得有没有缺点什么呢 好像缺点什么 装饰的东西对吗 对的 我们为Theresa细上这个 一般胸针呢 一定要别到这个服装的二分之一的宽度 所以我们看来 我们看Theresa往前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形 刚好呢 介于这个几公分到这儿 差不多一个形象 然后就不会至于太高或太低的位置 所以注意看你的胸线在哪里 在胸里上 然后大小的尺寸来讲不要太大 胖胖的人或丰满的人 或是年纪大的人 可以胸针越越大一点 那年轻一点的女孩子 细细一点的女孩子 建议就胸针小一点 这样跟你的身材的比例的搭配 会比较稳当一点 哎呀 这一点这果然效果就不同了 不过夏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梅林凯的姐妹 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别针啊 胸针啊 包括很多实际上代表荣誉的这种徽章 你看这 她现在再加一个这个 你看行不行 其实呢 如果穿上我们梅林凯的制服 加上这个胸针是非常好的 可是呢 如果在自己的职业妆上面呢 颜色可能比较不搭配 所以最重要是要搭 我们的荣誉奖章的同时呢 一定要记得要搭配得盈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样子放在一起 会不会太多了 所以我们职业妆 要切记一个大原则 就是一定要干净清爽为主 干净清爽 对 所以你看这样东西是不是太多 那我们是不是要搭配 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你会建议给什么东西呢 你这样的搭配呢 应该是 女孩子喜欢这种项链什么的 应该给她加这个 对对对 Jason你说对了 那现在这个项链呢 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带是二三十岁的女孩子的话 这种一颗的珍珠项链 非常非常的适合 Teresa的年纪 这个项链搭配是很不错 可是好像 在它的那个长度来讲 好像过于长了 对不对 好像有点太往下了一点 对 我们注意看 就是你的领口 如果跟你的项链的椎子太靠近的话 这个整个感觉会有压迫感 所以你轻轻地撩起来 看一下这个项链的长度 有没有 这个长度会更好看一点 果然不一样了 那这么长度要怎么办呢 很多人说 齐老师该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在后面轻轻打个结 或者是往上面撩一下就行 你看看 这个长度是不是更好了 这样就好像效果又不一样了 那很多人说 齐老师 那如果是在冷气房该怎么办呢 冷气房里面呢 其实用丝巾是很得当的 我们来试试看丝巾的搭配好吗 那一般来讲 这个开口呢 我们注意看这个开口 开口来讲呢 尽量是往下 不要往上 现在来检查一下 看看 哇 真是美极了 Jason 我可以给我们姐妹一点建议哦 像如果胸针呢 别在我们的左胸口的话 我们的领巾的开口 尽量就在右胸口上面 让它的对称是很漂亮的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它整个对比来讲 是很好看的 所以左右对称 上下协调 这是很大的原则 就是还有东西不宜 太多 太闪耀 对 如果说你要搭配项链的话呢 丝巾就不要搭 那如果你要搭配丝巾的话 项链也许就快收起了 这样比较轻呀 然后感觉会比较好看 就像前面我犯的那个错误 我觉得别很多的别针 不过这个错误 好像我们经常 有我们姐妹会犯 他们经常喜欢 把所有的那些别针 都别在身上 弄得好像像个军人一样 其实这个是不符合 职业的那种形象 是吗 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梅林凯的胸针是一种荣耀 事实上适度的荣耀 在身上 事实上蛮好看 可是若把所有的绘章 带到这个身上 事实上有点炫耀的感觉 而且在视觉的美感来讲 事实上不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建议带 是一两个徽章就好 而且在比例上 如果你一个大的话 尽量就不要太多东西 可是如果一两个小的 在这个配件上 领口大的话 就可以多好几个在上面 可建议不要 全部都填上去 谢谢老师 刚才那个Teresa 她的脸型呢 您说是真的是很完美 对不对 但其实我们很多人呢 都嫌自己的脸啊 头啊比较大 就像我就是脑袋很大 那该怎么办 其实呢 很多人会认为 自己的头啊 脸比较大 事实上呢 这个可以经由造型来做改变的 接下来我们欢迎 我们的好朋友Sussie 为我们来示范一下 Sussie Sussie的气质 果然真的很出众啊 那其实像Sussie 这个脸型呢 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会有比较吃亏一点 因为它腮帮子 比较像baby face 有没有 就是看得上去 就有脸上 上镜头来讲 就会感觉好像 会有一点点 好像是脸大一点 事实上不染 这个叫我们的 咱们说baby face 就可爱的那种 很可爱的 可以有腮帮子 那如果要遮住自己的一个腮帮子 该怎么办呢 发型是最重要的 我们注意看一下 我们侧刘海的东西 我们对 特别看 侧刘海的一边 然后加上头发的线条 如果我把头发完全往外拨 往后面拨 脸是不是大很多 对 现在更大 对 所以记得脸 一定要用适度的发型 来修饰自己的脸型 然后让这个头发的线条 抢过这个线条 所以整个脸型 会因为发丝的关系 脸型就变得很修长 然后适度的 可以的话呢 再加一点饰品 就是我们现在的耳环 因为苏西医生上 已经有金色的一个配件了 就是她本来服装上 就有一些金色的线条 所以呢 为了避免服装上面的颜色太多 如果你身上的线条 已经有金色的话 就不要这种银色 就全部配合 用金色的一个配件 那我们现在把耳环戴上好吗 我们看看 整个耳环金色配得非常好看 如果胸口上 再有一个阶梯型的一个 一个胸针的话 这是我们梅林凯 这是我们 对 很巧啊 我们梅林凯这个阶梯别针 真的很适合 她的这个造型 那我觉得像 这个服装的线条呢 如果很多人 认为自己的脸跟头 真的大的话呢 有几个小的窍门 一定要记得 就是里面的小抹胸 尽量呢 很多小V的形状 顺利那个V 小V的形状 你看一下 我们苏西医生上的这个V 特别它让整个身形 跟脸形就很修长了 可以的话呢 建议你们 可以穿这种比较隐形的 那种线条的 合身的西装 记得所有的职业装 第一个要看的是什么 肩线 然后加上这个袖笼 袖子一定要到 虎口上一公分左右 虎口上一公分 腰跟臀部之间的线条 一定要是比较贴合的 就非常好看 再加上顺着 往腿上来看一下 来 我们往正面看一下 如果呢 你的膝盖很漂亮的话呢 事实上 可以在膝盖上几公分 都没有关系 可是千万不要膝盖上十公分 那太短了 那比较不适合 职业装的打扮 所以我们所谓的 职业装扮来讲 还要重点就是 凸显自己的优点 隐藏自己的缺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诀窍 另外呢 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手表对一个职业女性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请苏西 好 把手表戴上 真正完美得体的 一个整体搭配呢 最重要就是在细节上 所有的搭配的东西 都是以金色为主 所以呢 不管是耳环 也真 身上这原来的设计 再加上手表的滚边 都是金色的 金色配黑色 是非常稳重的搭配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 或者今天必须去签个约 去谈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生意的话 呢